如何与衰老和解 这个怎么和解 其实就说起来比较有点艺术的味道 早前呢,生老病死 除了生死,你很难去把握它 一生一来几点钟,在哪里出生在什么家庭 父母是谁,老天定的 其实你的死期往往又是一些大的结束 在这之前,如果你做了很多好事 你很注意保养身体 也许老天会再给你开一扇窗 但是也只不过是七年,十年,十二年 有的就是多活几天 也是上天的恩德 那这个数啊 就很难去把握 那么 那天大地大 咱就不说它 病呢 那每个人都会生病 有些是从小 很小 就有一些结束 小而关 没过得太好 那么问题就很大 甚至影响了半辈子 但是 这个也就是 给人的感觉好像是一个结果性的 突如其来的 人人也都会面对 当然有些年轻身体很好 到了老 他可能还是不懂病 还是不懂怎么去养 自以为好像怎么样 他身体就好了 那是一方面 但是他负面的 怎么再转为正面的 就不知道了 这是需要学问 需要功夫的时间 方法 那么老呢 其实 我自小也是体育多病 而且比常人的再有重很多 甚至是由病入得到 但这个老 我就感觉他 很沧桑 很 慢慢的 在消耗 好像有一种 扩大的历史 就有一种历史感 人生就是这一辈子的历史 你自己的历史 感觉到 很多情 好像写诗一首 不足以 两首三首都不够 总是写不完 其实自古 多情 缘多病 也是一种病态 太在乎这些 文的东西 太在乎 太爱这个世界 也不对 那是你的贪恋 所以它就是一个很自然的 自然而然的一个过程 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随时可以挑战 老天总是给你 闭闪门的 你可以 以时作息规律一点 它衰老就显得慢 现在好一点 扬得开一点 那不就通了吗 人固有意思吗 人固然会老啊 谁都逃不掉 人类肉身 所限制 那下一次 你不是人 再说我是人的话 可以不要想太多 有的到了老 还是很老关童 但是你有这个心 可以身体已经 无福消瘦了 那就留给年轻人去做吧 所以能珍惜的 能注意的 提前 当下 那么剩下的 就留给后人去说吧 那就是这么自然而然 你和解 只能是心理和解 身体上多注意 仅此而已 还能怎么样呢 不要把这些东西 太扩大化 太夸张 太当回事 只是一个 小小的热门话题 我们随便聊聊而已 先开点 那想不开 也没办法 你有神的办法 神也有神的解 不是想怎么样怎么样的 这是自然规律 其实也是由你心念